如果说要问谁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如果一个正常情商 正常智商的人 任何一个客观的判断者都非常清楚 第一号麻烦制造者 当然是美利坚合众国 第二个第二号麻烦制造者 当然就是台湾当局 那如果相对而言的话 我们来质问一下 台湾难道是和平制造者吗 台湾如果是和平制造者 请问一下 美国的商务部长 他来台湾卖了什么东西给台湾 世界上160几个国家 都反对有瘦肉筋的这个牛猪肉 可是台湾可以大大方方的进口 这也不多说了 那另外未来 可能还有更大的美国的官员 要到台湾来 他卖什么 卖原子弹吗 台湾敢买吗 台湾人买吗 那前脚刚走的这个捷克的议长 难道请这些人来台湾 台湾当局安的心 是安着和平制造者的心 还是安着麻烦制造者的心呢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是麻烦制造者 根本就是睁着眼说瞎话 那另外 我们说第一号的麻烦制造者 其实就是美国当局 大家想想看 距离台湾最近的 距离台海最近的 美国的这个领土 关岛 2748公里 请问一下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 有哪一个死皮赖脸 有哪一个海盗 有哪一个强权 强盗国家 可以常被管辖 延伸到2748公里之外的 台海跟南海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霸权霸道的一个国家 难道不是麻烦制造者吗 那台湾是在跟美国这一个麻烦 世界头号麻烦制造者 战略协同 一起在 航瀉一气 狼狈为奸 那 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之下 他就是不折不扣的 第二号麻烦制造者 所以 我们来看 所谓的麻烦制造者 你在运用这个名词 在说嘴对方的时候 先要反省自己